联准会下个礼拜 要公布最新的利率政策了 但是最近的美元势如破竹 连涨了八个礼拜 两个月的时间 创下了九年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 这么一涨 已经要挑战今年三月的高点了 因为市场预期 经济数据应该会不错 但是机器数据如果不错的话 那是联准会现在 因为为了对抗通膨最担心的事情了 下个礼拜就要做决定了 真如市场预期应该不会升了吗 如果市场都压住 为什么今天台币两点开盘之后 突然出现了急升 下个礼拜的结果 会不会跌破大家眼镜 甚至于接下来 会有升息两码的预期吗 美元现在紧张了 关键时期到底应该继续加码 压住他应该还会升息 还是趁机赶快卖了呢 期展我们请您上台来 先来看到最近美元在反映什么 还有今天台币怎么了 好那其实最近的市场 蛮震荡的 尤其像前天 前天台币小小的走深 和股市不好 昨天是什么股市 这个往上涨 就是台币走变 那今天又是什么 台币小小的走深 台股小小的走深 就是台币又拉尾盘 大家想说到底股会到底要怎么办 我跟大家讲 最近是比较动荡 尤其今天晚上要公布美国的CPI 大家什么 敢得吓住 有些人可能是觉得 我觉得CPI搞不好会意外来的低 市场预期三点六 如果应该开个三点四 搞不好接下来美元就一路下去了 那这边股市就有机会反攻了 所以什么 尾盘就先做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现象 好那呢 其实我们如果以趋势来看呢 美元目前还是比台币来 亚币来更强一点点 那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亚洲亚航目前都维持相对低利 甚至中国还有可能降息嘛 那你说台湾跟日本降息 居住不太高啊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资金 如果存美元定存 4% 5% 那我为什么要放亚币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资金可能就因此外流 第二个呢 目前看起来外需比较疲软 欧洲美国的需求可能比较弱一点点 所以呢 大家觉得汇率如果维持什么低档 有利于经济稳定 有利于帮助出口嘛 所以这时候其实以中国的角度 人民币升值 他说外资赶快来投资很棒 那人民币贬值 人民币贬值帮助出口 怎么讲最后都是对的 对 所以呢 以亚洲市场来说 其实确实是这样子啊 你说真的升值很强 有南京经济不好 真的贬过头 你又怕热钱走 有时候亚币就比较麻烦一点 那可是 如果我们用几个 这个成熟市场跟新市场来分的话 比较简单的概念就是 如果新新市场的股市表现比较稳定的市场 它汇价也会比较成 例如像台湾下韩国 那可是如果呢 像中国股市 最近有点反弹 前阵往下破底的时候 其实中国的人民币呢 当然也是表现比较弱势 所以如果接下来很简单的概念 如果股市持续往下破位的话 那基本上亚币还会有虚弱的空间 但是 这时候大家想说 可是现在美元兑台币都三二啦 那我这时候到底该不该再买美元 那有没有些拉回买的机会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这是K线 这是美元兑台币 所以往上呢是美元兑台币走扁 好那从今天三月到现在的走势 我们画一条均线 这条均线的蓝色的是它的寄均线 对其实你放进去看就很简单 点到寄线就上来了 所以事实上 如果你至少从三月开始 是美元兑台币点到沿着均线 寄均线慢慢往上走 这件事很简单嘛 所以发现之前在四月多 有在30.285这边摸到一下就上来了 那这样的横盘一下摸到30.5上 又弹起来 摸到30.5又弹起来 那急拉回来到30.8又上来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讲说 有没有一个拉回支撑区 你用技术的经验来看 现在大概在31.5 对那可是你看 我们如果只要这边震荡 均线就是这样嘛 你高涨震荡均线就会慢慢上来 就会扣到 对所以如果你说是不是要回到31.5才能买 我会说如果这当然不太可能 这一两天回到31.5 它会是不错买点 但是什么 如果到了下礼拜 有可能那就到31.6啦 因为基金线会慢慢上来嘛 所以比较好的概念是 如果你还是看澳美元 想要找一个拉回买点 那是什么 回去测这个基金线 就是一个不错的拉回买 所以等它慢慢的基金线上来之后 你说本来如果到这个地方 你都没有看到后面发展 你也觉得很远啊 怎么可能有机会 结果三天四天就让你碰到了 所以等基线上来 对对对 比较保守的等 那你说我受不了了 我明天不买受不了 那你就想要买一点点 因为事实上呢 你说有没有就会在往 例如说32.3 32.5走 那如果接下来美元续墙 当然是有机会 那可是如果你一塌 都会买在32 那随便给你拉回一下 不要多 到31.6 你可能就受不了啦 就说我还没有赚到钱 就亏了 那怎么办 所以呢 如果要买就买一点点 如果今天晚上的CPI数字不好的话 这个台币就有可能 往下出现了 升值 那靠着季线距离就近了 所以等越靠近季线的时候 再进入买点 这边就有可能是一个 拉回的买点 好 说到了经济数据 市场到底怎么看经济数据 不是最近经济数据都不错吗 我觉得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 事实上最近最怪的东西 是美国的房价 跟他们这个房贷的利率 那我们先整理出来这个数据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美国30年期房贷利率变化 那从我们从2018年7月 事实上呢 这一段原本呢 它如果有印象的话 事实上2018年之前 其实美国是在升息的哦 那升升升升到了12月 才开始转降息 那时候已经是因为什么 因为短暂的利率太高了 那时候也是直接倒挂 所以它开始降息 好 那那时候呢 30年期的房贷利率的高点 出现在大概接近5%左右 后来随时降息啊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灰色底的地方 这就是疫情影响 2020年初 所以美国是快速降息 然后呢 所以呢 到了2021年1月份 美国30年期的房贷利率 是2.65% 这是有纪录以来最低的 所以呢 如果你在这么低的价格 带了很多的房贷 那你到现在 其实什么房贷 这两年来上涨的速度非常快 如果是现在你在美国 要买一个新车 不一定要买新车 我们要去做房贷 平均的利率呢 是7%以上 那所以大家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原本房价 其实在去年到今年 有一波修正 那可是最近呢 房贷率这么高 可是美国的房价 还在往上涨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 到底是什么状况 因为你看 如果今天台湾投资赔 你觉得你今天买房子 贷款的利率要7% 你受得了吗 等一下 等一下 等它降下来 那就算是5% 你可能也受不了 对啊 所以如果 但是你觉得美国为什么投资 他们有办法用7%也去投资呢 答案就在这边 我们到下一张来看 下一张发现什么 其实这是美国房价指数 到了8月还在创历史新高 所以这时候 让市场上觉得很奇怪 就是其实你回去看 大概在今年年初 到去年10月之后的分析 都认为因为一直升息的关系 美国的房价应该要跌 而且是一个很明显的拉回 可是它只跌到了短短 大概只跌了半年 那就马上上来了 所以呢 这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最近原本是希望 因为升息的关系 原本年初会最担忧的是什么 他们的核心通膨 也就是例如说是房价的 房租相关的支出等等的 希望可以下来 可是你看哦 如果房价上去 你看正常的房东 如果今天你是租屋的 正常房东如果他房价涨了10% 涨房租 对 因为他觉得 我投报率要起来啊 对 所以那这个时候 如果是美国 他有可能会涨房租 所以呢 在这个房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 你房屋相关支出 就不太可能下来 所以其实也美国 这边的通膨压力 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升高 那今天晚上原本预期的CPI 可能是例如说是年增是3.6 大家要记得哦 它是从上个月原本是3.2 跟再上一次的这个3.3% 慢慢上来了 如果这时候如果再上去 其实真的有可能 接下来年准会 不只会剩一码 剩两码 其实机会开始出现 那当然这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 但是如果你去抓统计资料的话 你会发现近几年 他们的房价涨速真的非常快 这是从1991年到现在的整理 那刚好这个是美国 他们自己做的 他说呢以美国的房价来说 如果你是从1991年1月到现在投资一个房子 房屋年均成长是4.4 涨价是4.4 从2000年近23年来年均成长是4.7 可是如果从10年前年均是7.5% 所以你房价上涨的速度 事实上是非常快的 那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你看如果从 大家看从1991年的1月到2007 那时候金融海啸 到了这个高点之后 修正一点点之后 就一路喷出往上走 那当然你可以说是低利率去推动 美国QE什么 但是你发现现在还是高利 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吗 7%的利率可是房价一直往上走 所以现在担忧的问题就是在于 如果房价还是去往上 那他们冲锋就下不来 那接下来升息压力更大 那这时候大家很疑惑 说为什么房价都下不来 那这边其实美国 近期的分析 他们觉得有两个论点 第一个是美国的房屋的供给是很少 两三年前你买房子 那时候贷款利率是2%多 那你既然看到房价涨了 你想要换屋 那你把旧房子卖掉 去买新房子 你要从2%利率 跳到7%的利率 那你可能就不想要买 那你就是说我卖高价 要很高的价格 我付了头一块 第一了那我这时候才会去贷款 所以房屋的价格就上来了 第二个是 其实近期不是在流行 不动产信托基金 那他们发现了非常多的资金 流进不动产信托基金 基金里面 所以很多的 不管是商用也好 一般的其他房屋也好 价格都会抬高 因为原本大家觉得 如果你今天这个房屋 他们接下来涨不动什么 可是如果是有基金 来去包装之后 它可以在股市中 抽到更多资金 所以流入去推动了房价 所以支撑了房价 好谢谢旗展 请先回座了 给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 也就是说第一个通膨 现在数据还是有滞后性的 第二个是连11月 再升一次一码的几率 还是高达有相近四成之多 也因此在资产备质的话 大家心里有个底 请我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我们今天要再来谈华为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层次 还有这一次的规格 可能要往上升高了 华为推出了新机 也难怪大家昨天落井下 是说苹果的手机发表会 难怪苹果的股价不涨了 所以接下来 华为的亡者回归 加上了苹果 现在大家在唱衰它 一来一往之间 中美的贸易战 要进入第二部曲了吗 如此校正之下 现在的格局如何 和谁从中是受贵者 休息一下 熟方老师告诉您